接下來我們就來做題目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代公式 好 有14.8公克的氫氧化鈣 配成10毫升 墨濃度多少 那算墨濃度多少公升有多少墨 所以我必須要會算墨 必須要會算墨 那問題是你給我的質量 質量怎麼算墨 回到以前的時候 質量怎麼算墨 質量算墨要處理原子量或分子量 所以我需要知道分子量 就是公式質量處理原分子量就等於墨 那我需要知道分子量 不然是把原子量相加 加起來 氫跟氧我要你背 對不對 加起來 算在74就有了分子量 那就可以算墨了 就可以把墨算出來 那墨算完以後 就可以直接帶到公式裡面做了 就是多少 墨多少公升 公式 多少墨多少公升多少大M 然後墨有了 公升有他告訴我的 就往裡面帶 然後就出來 0.02大M就解決了 需要帶公式解題 簡單嗎 OK 重點就是要會以前算過的事情 怎麼求墨 OK 下一題一樣 四指不一樣 就是數字不一樣 下一題都一樣 還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是 還有一個不一樣的是體積 還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是體積 那請問你 這樣多少 這樣子是多少 49公克 硫酸的分子量應該寫到會倍了 然後呢 配成500毫升 請問你 體積多少大M 平車戰界問 來 我們找 找誰呢 找男生 三腰 帥哥拿來三腰 謝謝 31 我猜C 多少 C 你猜C 請坐下 你答案C 好來一樣 我們要算的是墨濃度 要求墨 要求墨 然後呢 要求墨 需要用 有給我質量 要求墨 需要知道分子量 然後分子量就 留在H2SO4 就把它弄出來 叫做 98 這個應該會倍了 因為常出現 然後呢 就可以算出我的 墨數 就是質量除以原子量分子量 算出來就是0.5墨 那就帶回我的公式 公式就是 升分之墨 注意的重點就是 他要用公升 他給我的是500毫升 500毫升要換成公升 公升 所以呢 要除一切就是0.5公升 所以算出來就是一大M 就是 簡單的做法 OK 跟剛才的例題一樣 只是他 體積沒有給公升 給的是毫升 要記得要把毫升換成公升 下一題 跟前面一樣 但是算墨耳的方法不一樣 剛才是給質量換墨耳 現在給什麼 多少個 多少個換墨耳 那請問你 你還記得多少個怎麼換墨耳嗎 多少個怎麼換墨耳嗎 然後呢就換完 一樣單一就可以了 OK 很簡單 跟前面基本上是相類似的 只是算墨耳的方法不一樣而已 可愛小女生 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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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公是嗎 Y Y是什麼意思啊 Y 你選C喔 5 4 3 4 4M 4大M 請坐下 你選的叫4大M 好來 跟剛才講過了 這個重點就是要求墨耳 要墨耳 但是現在是給個數 個數怎麼求墨耳 古時候背過的公式 多少個 除以6乘以123次方 就換吧 帶進去 求出來 兩墨 兩墨呢 然後就一樣 然後就去 帶公式 升分之墨 跟剛才一樣 給的不是升 是毫升 毫升 要換成公升 除以1000 或者你直接看 500毫升 又是0.5公升 然後呢 就算出來 就叫做 4大M 這就是 簡單的提型 代公式 去求解 這裡的重點都是 如何求墨耳 小心注意 體積要以公升做單位 如果給的是毫升 要把毫升換成公升 就是我們最簡單 最基本的幾個 例題跟練習